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二百八十三章 半月时 熊星藤当即说道 我早就想去星空战场了 只是没机会而已 死则死刑 躲来躲去 不是我熊星藤做的事情 戎鹅也点了电头 嗯 我听从启歌的 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好 庞奇语气坚定地回应一声后 这才对莫无忌说 这位朋友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告辞了 也许将来 我们在星空战场 还有见面的机会 几位既然去星空战场 我们正好同路 事实上 莫无忌根本就不知道星空战场在哪 有同路的人 他自然不想再去问别人 大哥 我们得罪了景家的人 如果同路 可能会连累到你 荣和在一边解释 莫无忌是哈哈一笑 我出道至今 从未担心被人连累 我得罪的人 比景家还要厉害 当然 如果你们担忧的话 倒是可以把星空战场的方位置给我 我自己过去也行 庞奇语气哈哈一笑 我们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怕被连累的 既然如此 那大家一起走吧 对了 还会请教朋友怎么称呼 我叫莫无忌 也是一个散秀 莫无忌抱拳 莫大哥 你得罪的人 比景家还要厉害 那是谁呀 吉人重新认识后 荣和在一旁问道 哦 听说是来自星帝山 姓夏的 庞奇三人听到莫无忌的话 都是面面相去 道西冷气 他们得罪的景家虽然厉害 那也只是因为 景家有个女人 嫁给了星帝山 三大家族之一的燕家 而他们刚认识的 这个莫无忌道好 直接得罪了 三大家族的夏家 庞奇苦笑 莫兄得罪的人 的确比我们得罪的厉害呀 比起莫兄来 我倒是觉得很惭愧 得罪了景家 就想着要逃离这末大路 莫兄可是得罪了夏家 居然还想着前往星空战场 莫大哥怎么得罪夏家的 几人聊了一会儿后 都熟悉了起来 荣和感觉到莫无忌似乎很好相处 问话也没了什么顾忌 莫无忌呵呵一笑 我杀了夏家的几个奴才 所以得罪了夏家 听到莫无忌说杀了夏家的几个奴才 庞奇几人都没有在意 甚至觉得夏家很有可能不会因为几个奴才 专门去寻找莫无忌报仇 夏家这样一个大家族 几个奴才死了 鬼才会记得 在他们看来 莫无忌杀掉的最多不过是几个人界修士而已 因为对方来自夏家 所以才严重起来 若是他们知道莫无忌说的这几个奴才 修为最低也是真神镜三层 修为高的都是真神圆满 甚至还有一个人间先王 估计他们会彻底的疯掉 荣和叹了一口气 哦 那还好 喜哥奴才而已 喜哥却是因为一个女人被锦家追杀 甚至连锦家的家主都惊动了 为了一个女人 莫无忌疑惑地看着庞启 他感觉得出来 庞启不是那种为了一个女人 让自己的兄弟陷入死局之人 荣和看了一眼庞启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庞启叹了一声 唉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我和景家的景丹舞 情投意合走在了一起 他哥哥景丹文却认为 我骗景家的半月时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景家 他妹妹景丹我 因为私自和我交换半月时 结果被景家直接锁住关了起来 然后景家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杀我 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 若不是我运气好 根本就逃不到这儿来 半月时 什么东西 莫无忌随口问了一句 庞启则从储物袋中抓出了一枚半月形状的钥匙 递到了莫无忌手中 就是这东西 事实上 这东西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最多只是一个纪念罢了 莫无忌则是呵呵一笑 难怪景家要追杀你 也许这东西对景家有用呢 你还真的将这钥匙拿来了 你还给景家不就行了吗 庞其苦笑 这半月时有两把组成一个圆月 我手中的半月时的确是耽误的 同样 当五手中的半月时是我的 我们交换了这个东西 作为定情用 等等 莫无忌忽然盯着庞启 你说这半月时有两把 你这把是景家的 而你的给了景家的景丹舞 庞启点点头 没错 就是这样 因为当初景家太过蛮横 不但不放当五 还百般折磨于他 对我更是直接下杀手 我只恨自己修为太弱 不能将当五救出来 还连累了心疼和融合 莫无忌反复观看手中的半月时 这把半月时看起来非常古朴 但材料居然用的是仙葵精金 拿在手中是一片冰凉 这可是好东西炼制的 莫无忌沉声说 庞启也说 没错 我父亲说 这是仙葵精金炼制的 我后来找了一些炼技材料的炸技 看了一下 这的确是仙葵精金所炼 仙葵精金极其珍贵 别看只有这么一点 如果加入到飞行法宝里 那飞行法宝的档次 马上就要升上去了 莫无忌又看了好一会儿 继续问道 那你父亲是何时把这半月时传给你的 三十四年前 当年我才四岁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父亲将这东西挂在了我脖子上 给我过生日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 将来这东西留给我的道理 再传给庞家的儿孙 庞奇一口就说了出来 莫无忌淡淡地说 虽然我不知景丹武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 但是我肯定 他和你交换的这个半月时是假的 庞奇脸色顿时涨得通红 强忍住愤怒 对莫无忌抱了抱拳说 莫兄 我知道你非常忍 你甚至可以责骂我 不过丹武是个单纯真挚的女孩 她受的苦楚实在是太多了 请你不要说她任何不好的话 莫无忌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我不是在说她不好的话 因为我认为既然是一对半月时 那出现的年份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你的这枚半月时 虽然也是仙葵精精所连 但是里面的阵纹和各种禁制都不会超过十年 所以我认为 这枚半月时是假的 说着 莫无忌已经将手中的半月时递到了庞奇手里 他研究楚星子的阵道这么多年 用在研究阵道上的时间 甚至仅次于修炼的时间 岂能看不出手中的半月时是新炼制出来的 庞奇收起了半月时 脸色有些不好看 虽然他没有继续说什么 显然刚才莫无忌的话已经让他有些生气了 哪怕是对警弹舞的怀疑 他也绝对不允许 莫无忌笑了笑也没再解释 这本来就和他无关 踏实看庞奇这人还不错 所以才多罪了一句 荣和连忙打叉说 莫大哥 你有没有想过去蹬地绑 怎么蹬上地绑 莫无忌随口问了一句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地绑上的强者 将其打败 然后就可以取代他在地绑上的位置了 因为荣和故意查开话题 不聊警家的事情 大家很快都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 再加上一路上 庞奇说最好不要用飞船灵器 免得引来强大的飞行妖兽 所以大家是一路奔行 路上聊着各种修真界的话题 相处的还算是开心 一个月后 一行人即将要出失落天虚的时候 忽然看见了一道狼狈的人影冲了过来 是楚家的 之前给我们前往星空战场玉牌的女人 荣和惊呼出声 莫无忌也认出来了 就是楚家那个少妇 此刻她浑身是邪 气息紊乱 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 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